上一堂我们讲到祝福 Standing Way 那么我们讲到的情况是 有一根弦 它两端是固定的 这两边是强力 我们把这个轴当作X轴 那么有一端又在X等于0 一端在X等于L 我们说在这个鞋上面 如果有一个行进波 正前波 它是Y1XT等于Asin KX-Omega T 那么这个波 它是负的 往X正方向行进 行到这里的时候 因为这边是个墙 好像一个无限大的介质 就像它密度的介质一样 所以它波全反射 于是我们就 上次讲过 这个时候 它会有一个反射波 假定它的Ambituse sine 是A'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加的 公里根T 这个是相反方向来的 那么 于是在这根鞋里面呢 有向正方向传播的波 同时有向负方向传播的波 那这两个波就互相干涉 于是就形成一个合成波 和成波 YXT 是等于Y1XT 加上Y2XT 我们把这两个加起来以后呢 我们就把边界条件带进去 我再重复一下 因为有许多同学没有来 这个波 这个波 对你们 这个 非常的重要 不管是电机系 还是材料系 将来 你们都会 要用到波 那么 这两个加起来以后 它就变成A加上 A' 我们先 就摆到这里 我们先 就说 它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墙壁 固定的 不可以震荡 它震动一定要等于0 于是我们就说 它的Y 在X等于0的地方 要等于0 那就是这两个加起来 这两个加起来的时候 X等于0 那就是负的A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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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射波的正幅跟入射波的正幅完全一样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合成波提出来 里头就是sin kx-ωt 再加上sin kx-ωt 这两个我们用三角的横等次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两倍的a cosin kx-ωt 结果是这个 它合成波的波函数 跟起初它各成分波的波函数不一样 这种波函数呢 我们以前讲过它叫做traveling weight 行进波 现在这个不是 这个是什么呢 你看如果3kx等于1的话 2acosωt是什么东西 是减歇运动的函数 对不对 减歇运动 所以它是做减歇运动 不过它跟以前那个减歇运动不一样 以前止点的减歇运动 不管你是这样子震荡 还是这样子震荡 它的ambitude始终保持一定 一定 但是现在呢 它的ambitude 我们要跟这个合起来看 ambitude跟位置有关 每一个位置的ambitude不一样 比如说 比如说 你在0这个 我们先把波画出来 好了 好 这一点正大 它的ambitude就是这么大 不得超过这个范围 不得超过这个范围 这一点的ambitude呢 不得超过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ambitude比这个大 这个比这个小一点 然后在这些点的ambitude都是0 这些点的ambitude都是最大 它的ambitude跟位置有关 不是每一点都一样的 不是每一点都一样的 然后呢 你看它的波风 这个你看它的face 你看这个face 比如说我要看face等于二分之拍的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会变 时间增加 这个要增加 它才会等于长度 现在这个东西 它不是行进过 这个点呢 它始终在这里震荡 它始终在这里震荡 所以它的波是这个样子 如果是弦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它 有一个默默不默的一个震荡 这个往这边震 这个就往这边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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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往这边震 这个往这边震 但是等于它会这样震 所以这是这么震荡 波风始终不动 波风的位置不动 不会像这个traveling wave 是移动的 因此我们称这种波 好像站在那个地方 不动一样 不会走动一样 所以我们称它叫做助力 在那个地方 叫standing wave 那么standing wave 它的重要性就是说 它可以把输入的能量除藏起来 所以它能量会越来越大 那么我们三次讲过波的强度 强度就是单位时间 当穿过 垂直穿过单位面积的能量 叫做强度 这个强度是跟正伏的平方成正比 如果它强度能量不断增加的话 强度就不断增加 那么正伏就成平方这种形式的增加 所以它政府会越来越大 它可以除藏能量 但我们的行进波没有办法除藏能量 你有能量在这个地方一震荡 它就传到别的地方去了 比如说台风通常都在菲律宾附近成形 它那个海浪一大的时候 它那个能量就传到台湾来 你在西枝湾就可以看得到 那个南边的那个堤浪就很高很高 就是那边就传过来 它不会停在那里 但是这个波呢 注多 你输入能量多 它就在这个地方 不会传这个也不会传那里 就在这个区域 然后它政府会越来越大 政府越来越大 那么 所以它的 它跟习近波稍微不一样 你们 在弦在震动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过它这个破 这叫做破包 有没有看过 或者叫破环 一环一环的 弦在震动可以看得到 深波的震动 它是重波 我们看不见 眼睛看不见 但是你们做实验做过了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那里头 有一个一个的破环 那么旋可以看得到 为什么旋可以看得到 因为我们的眼睛呢 有占流的这个特性 我们的眼睛 可以在眼睛里头 留十六分之一秒 你看了以后 闭在眼睛 它会存在眼睛里面 存在四网膜里面 十六分之一秒 所以它震得很快 超过十六分之一秒 所以它在当中 你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的 你可以看电影 可以看 可以看这个 电视 就是因为我们有 眼睛有占流状态 凡是有占流状态的动物 大概都会看电视 没有占流状态 那就不会看 听说狗不会看电视 你们家人有没有养狗啊 狗有没有跟你们一起看电视 你们跟你们抢这个 遥控器啊 因为它看不懂 它没有占流 没有占流的这个特点 所以看那个电视 就是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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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意识 好像猫可以喔 猫好像可以 我看那个电视 我看那个电视 就是你从汽车往这边来啊 会动 一到了这个荧幕的这一边呢 看不到了 它会到后面去看它 会不会跑到后面去 猴子啊 什么都会看它 我以前看报纸 看到有一种动物 我问到什么玄女 它说虫子它一个 一个消 就是消费那个消啊 水之旁放进 换一个虫子旁 好像蜘蛛样 我没看过 它说那个在家里头的 就好像是那个 好像蜘蛛样 它没看电视 你家里只要有一个那个东西 你在看电视的时候 它就会跑来 比如说你电视在这里 它就跑到这个上面 把它撕掉下来 然后在那里看 然后科学家就研究 它是不是真的看得懂 于是就拍了一只 比如说那只是公的 拍了一只母的 那个动物 在电视里面放出来 哇 它看了以后 好兴奋啊 它非常兴奋 就算它就这样 荡来荡去 好高兴啊 那么 表示它看得懂 每次主人一看电视 它就来了 看完了 关掉 它也回去了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 触不波的形态 我是提醒一下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好 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它的 它的 是跟这个 跟 有关系 那么在这些位置 啊 都不动 我们称来叫什么 叫做 波节 波节 我们等等会写出来 NOT 波节就是说 它的政府啊 始终保持零 那我们现在就看 波节啊 NOT的位置 那 它的位置就是说 当这个东西 整个 这个 这个 就是说 当这个 都等于零的时候 等于零的时候 等于零的时候 你看 这个等于零的话 这整个式子等于零 我们把它写出来 好了 二 A sin K X cos Omega T 等于零 这个不会永远等于零 它有等于零的时候 但是时间始终在行进了 所以它绝对不是零 那一定是这一项是零 这一项是零 那么2A 不是零 那就是什么是零呢 sin K X 等于零 我们就有 sin K X 一定要等于零 sin KX 等于零 那么 K X 就要等于 N Pi N 是等于零 1 2 3 这样 那么 K 它是2Pi over Lamina 等于NPi 我们把这个Pi 跟Pi 约掉 我们就得它的位置 它是等于 二分之Lamina的整数倍 N等于零 N等于零 一二三四 N等于零 就是这个 这是Nod的位置 第一个 第二个Nod 就是N等于1的时候 第三个Nod 就是N等于2的时候 那么 相邻 两个Nod之间的距离 是Nod 是Nod 二分之Lamina Nod 二分之Lamina K 这个就是波节的位置 K 波节 那这些呢 这个叫波肺 好像这个肚子 波的肚子 那我们去看波腹 安排Nod 安排Nod 安排Node就是 这个 安排Node就是说 它呢 正风始终保持二瓣 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它的正负是最大 就是2a 2a 那么我们就说 这个yxp 要等于2a cos 我们一个 正负就是这么大 别的地方没有这么大 等于这么大 如果等于这个的话 那我们就说 这个时候 它的sin kx 正负都可以 所以我们就有 sin kx 要等于 正负1 正负1的时候 这个正负1 整个才是正负2a 对不对 如果这个等于正负1的话 那么kx 它就要等于正负的 2n 加1 我们这个用m好了 我们就等于我们还有一个地方 要用m 我们先用m 先用m 2m加1 乘上4分之m 4分之m 5拍1 2分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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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k等于2pi i分之m overlm x 要等于正负 5分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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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正负1 这个就是正负1 这个就是2分之m 5分之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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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分之m 5分之m 5分之m 負負的位置 脫負的位置 L是等於0123 L等於0123456 正整處 現在我們再看 第二個邊界條件 這個叫做邊界條件 在這個地方 又是一個條件 它這一端 也是固定在牆上 不可以震盪 因此當 X等於L的時候 這個值 X等於L的時候 它也要等於0 我們看看第二個邊界 在 X等於L處 Y L 也要等於0 它也要等於0 這個也要等於0 就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2A sin KL X等於L 不是A 不是L 這個一定等於0 跟我們剛剛講的一樣 這個不是0 這個不會永遠等於0 那一定是Sine KL 要等於0 Sine KL等於0 KL 就要等於M Pi M 這個時候要等於1 2 3 4 不可以從0開始 0的話就是0 這個不是0 它不像X可以等於0 它不像X可以等於0 但是L就是這麼長的 所以這就變成 2Pi over L L 等於M Pi Pi 跟Pi 我們就得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式子 L 等於M M 神上2分之11 M M 好像1 2 3 4 5 5 這個叫什麼 這個式子 就是 鑄坡 一個坡 一個行進坡 要形成鑄坡 它是有條件的 不是沒有條件 不是沒有條件 它的條件是什麼呢 就是 這個 弦的長度 要1 2分之1坡長的整數倍 像這個 4個 3個也可以 2個也可以 1個也可以 5個也可以 6個也可以 沒有說裡頭是5個半的 6個半的 沒有 這個叫做鑄坡的 形成鑄坡的條件 一般的行進坡 它 行進再加上它的反射坡 構成鑄坡的話 要有條件 就是 長度 弦的長度 要等於坡長一半的整數倍 1 行成鑄坡的條件 新增萬平 1-2 行成鑄坡的條件 這要是 1 他的入射波跟反射波,如果在這個位置,兩個同向,in phase,就兩個m就加起來,就變成這樣。 在這裏正好就說,入射波跟反射波,行到這一點的時候,兩個是反向,一個是波古,加起來就是零,正好,你隨便什麼波長,它不會那麼剛剛好,只有滿足這個條件的波,它才會形成祝波。 我覺得祝波的條件非常的重要,要稍微記一下。 好,現在我們來看一下,一根,兩根祝波,一根鞋,兩邊,兩端都固定的話,它會形成祝波,對不對? 那祝波的波長不可以隨便哦,祝波的波長要等於2,這個用n,我寫錯了。 剛剛剛剛m,這個叫n,我用n,我用n,我用n,不要用,不要跟剛剛一樣。 n,波長要等2l over n,就是兩倍懸長倍整數來除,這個波長才可以形成祝波。 那波長如果有一定的話呢,它的頻率也有一定呢? 它震盪的頻率也有一定呢? 所以它頻率的形態,有固定的形態。 我們就稱這種形態,就是它的典型的祝波形態。 典型的祝波形態。 我們稱它叫做normal mode。 normal mode,就是它典型的一些形態。 好,現在我們就來談一下兩端固定的旋,它著波的典型模式。 就像這個。 差不多。 彭寸四十一 我们现在把这个条件 它可以带到它的frequency里面去,比如说frequency它是等于速度被波长来除,但现在波长跟N有关,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2L分之N, V,弦就是横波,横波的波长是等于根号张力overmu,mu就是它的单位长度的质量。 既然这个跟N有关,N等于1的话就是fe,N等于2的话就是f2,因此我们在这里加一个n,N等于1就是fe,N等于2就是f2。 凡是这种频率的,下来我们称它叫做,它的形态就是这种波的典型形态。 那么,它会产生,它的如果是弦的话,它的频率正好在我们听觉的范围里头,我们就会听到声音。 那么,因此这个声音呢,如果是满足这个条件的,听起来非常和谐,听起来非常舒服。 那么这个,我们称它叫做谐音。和谐的一些,不是邪门的一些, 第一年算的协议,Harmonyx 我把这个图画在这里 这是雷,这是L 在这个地方产生驻波 最小的一个频率就是N等于E N等于E N等于E L要等于1二分之1波长 一个半波长 它就是这样子 一个波长 这个时候呢 它的F1 F1 就等于2L分之1 根号 S overview 这种频率就是它最低的频率 最基本的频率 我们称它叫做 气频 Fundamental Frequency Fundamental Frequency 我们称它叫做气频 气层就是气 这个气频它 它因为名声叫做 Fundamental Frequency Fundamental Frequency Fundamental Frequency 气频 N等于2的话呢 它就是这样子 Fundamental Frequency 这个是N等于2个半波长 所以,F2就是2L分之2, 根号S over mu。 那当然就等于什么呢? 5倍的F1, 2倍的F1。 这个,我们又称它叫做, 因为它以后有, 这个,都以这个为倍数的增加。 这个呢,又叫做, Fundamental Frequency, 又叫做第一个谐音。 第一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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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First Harmonix。 First Harmonix。 那这个呢? 它是第2个谐音。 第2个谐音。 我们称这个是, 第2谐音。 叫做 Second Harmonies 它还有一个名字 它叫做第一个善音 它是第一个善音的两倍频率 再来第三个 如果是这样的 这个L等于三个半波长 所以它的frequency F3它就是2L 这个是三S over Mu 这也是一个harmonies 一个谐音 它叫做第三谐音 第三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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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三谐音 第三谐音 它又称为第二个 范音 OK 叫做 Second Overtime 等等 等等 它这有 从F1 F2 F3 F4 F2 以上 都是F1的整倍数 整倍数 这个音呢 如果同时吹出来 同时听到耳朵里 听得很舒服 谐音 这叫谐音 OK 所以我们音乐 好听的音乐 就是它有很多很多的谐音 像小提琴 你会拉的话 拉起来就跟这个 你听起来会陶醉 陶醉在里头 你不会拉 就是人家说你在杀鸡 就是说它那个 你拉的不对的话 按手指按的不对的话 它这个 一下子跳一下子跳那里 它就不是它的 谐音出来 那么我们听起来很难过 那么所有的这些 这些细 F1 F2 F3 F2 F3 等等 我们称这些叫做 harmonic theories 一个谐音系 harmonic theories 谐音系 谐音系 这跟你的弦长有关 你刚跟什么有关 跟弦长有关 跟弦的张力有关 跟弦单位长度的质量有关 要自作乐器 要有这些理论的基础 你才做得起来 你们看过钢琴里面的弦 有没有看过 钢琴里面的弦 很多 对不对 你看它这个 高音的弦 好短 那个弦好细好细 又分得好紧好紧 为什么 因为高音的话 就是频率要大 你频率要大 的话呢 这个 张力越大越好 所以它奔得很紧 你去摸一步 还是摸到刀口一样 第二个就是它弦要短 这个短的话呢 那么它频率上会高 如果这个都做到了 那还要使它更低 那就调整这个弦的质量 质量到越小 单位长度的质量密度 越小 这个频率就越高 所以你看高音钢琴的弦 它好细好细 那你再往这个低音的部分去看 它是一根笔一根长 一根笔一根长 到Base这个地方去了 你看那个斜的好长哦 它直的都不够不够长 它斜的话 斜的话 斜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增加这个 这个长度 你这个长度不能无限增加 对呀 因为你钢琴大小 要适合你的家庭的用途 如果你在演奏厅里面 那个大演奏厅 它用那个三角钢琴 那个可以很长 你在家里就没办法很长 所以它有一定的限度 然后就调整它的张力 那低音弦的张力就比较小 你去摸一摸就知道 那也不会有声音啊 对不对 它有个限度嘛 那再来就调什么 单位长度的质量 你看这个高 低音弦的 除了里头一条弦之外 它外面还缠到着铜丝 增加它单位长度的质量 所以这些 这些频率 Harmonic Theories 它跟这些有关 然后呢 所有这些频率 它所能产生的这个 谐音的频率 那么我称的叫做 富然频率 叫Natural Frequency 这个又叫做 Natural Frequency 富然频率 就是说它震动的时候 游指了几个模式 但是 如果你这里摆了一根 比如说你有把小提琴 你现在没有拉 把它放在这里 它不会有声音 可是如果 教室的那一头 也有一个人 在拉小提琴的话 有时候 他这个小提琴 就会有声音 为什么呢 因为 当它拉的那个声音呢 这频率 跟这其中的一个频率 一样的话 两个频率一样 那它传送过来的能量 就可以被这种频率 所吸收 吸收以后 这种频率震动的 这个ambitude 就会越来越大 声音就越来越强 然后我们就听得到 这个叫做共振 resolence resolence 共振现象 或者叫做共鸣 叫做共鸣现象 因此 我们 这个你们做实验演 都做过 共鸣 有没有做那个 水管 调水位 它应差的震荡 对不对 它 如果 那个 那个 空气柱 正好是 到口 这个地方 正好是它的 当然 我们等一下会讲众波 就是说 它的频率 跟这个 因波的 因波的频率 跟它一个自然频率相同的话 那么它就会吸收 就很小 很小 像我们一把音叉 它们调音用的音叉 你这件敲一下 拿起来 好像听不到声音 可是你把这个音叉 摆在我这个讲台上 或者摆在这个桌子上 摆下去 像这样 摆下去 声音就很大 为什么 因为 这个成型的东西 它也有自然频率 你这个自然频率 跟它一个相同的话 它就会引起共振 不只音叉共振 这个物体也在共振 所以声音就很大 任何 任何 有一定形状的东西 它都有自然频率 不是两段固定的弦而已 像我们盖房子 它有自然频率 所以盖房子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研究 去考虑 这个地方 五十年以来 或者一百年以来 地震的频率是多少 你把设计这个屋子的时候 它的自然频率 要避开这些 地震的频率 那么 地震来的时候 就不会因为它震荡的频率 跟自然频率一个一样 让这个房子吸收能量 越震越大 就会断掉 那么 桥也是 桥梁固定 两段固定 它也有自然频率 那么 像 有的时候 带兵 一堆 带一大堆的兵 走过这个 桥梁的时候 通常 指挥官都要下口令 叫便步走 随便走 不可以骑步 更不可以正步走 因为你踢正步的话 它的频率 万一要是跟桥一样的话 桥的震荡频率 越来越大 走到中间就断掉了 所以 不可以抵正步 一定要变不走 变不走 大家脚步很乱 那 就不会固定的能量的输入 它不会吸收 那么 这个时候 桥就非常的安全 不只桥 不只屋子 一个茶杯也有固定的形状 它也有自然频率 听说以前的歌王卡罗素 南高音 他唱歌的时候 他旁边的杯子会破掉 就说你唱出来的这个频率 这个杯子的自然频率一样的话 杯子吸收的频率越重越大 那就睡掉了 所以以后你们去听演唱会 这个歌剧啊 或者是听这个男高音 特别是花枪女高音 你去听的时候 最好把你的眼镜摘下来 跟手帕包一包 摆在口袋里 免得这个女高音唱得很高很高 你正听得过瘾的时候 眼镜破掉了 因为 假如他的频率跟眼镜一样的话 那是有这个可能 以上是我们介绍这个 因果震荡的时候 他的 触播的自然频率 现在我要举几个例子 给各位看 我们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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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根弦 我们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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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是由它的波长 由它的频率 跟波长 波长就是跟 wave number 有关 它可以举几个例子 我们现在用这个 为什么 因为有这个例子 这些我们都可以知道 现在我们就说 你要用这个例子 Omega是什么?K是什么?你怎么知道呢?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可以得知 由yxt等于0.021x加30t 所以这个波函数,我们来看看我们知道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们说呢 x前面这个东西是什么?前面系数是什么? 就是k,对不对? k,这就是k 所以它的k是等于一个radian per meter kx加Omega t 那Omega呢? 就等于30个radian per second 有这个我们得 你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代表这个式子里面 你可以立这个叫做一式了 代入一式就出来了 我们就叫做张力 s要等于 Nu 就是1.3乘10的负四次方 通常这个单位都要写出来 我这里 因为我在讲给你听 所以我就不写了 30 是Omega 30个radian per second 然后这个是1个radian per meter 然后这个是1个radian per meter 平方 这个 这个 算出来就是0.12个牛吨 我们解题目啊 你一定要有一个根据 就是说我从哪里开始 从哪里去思考 通常都从他问的问题 那里求张力 张力跟波之间有什么关系 你就会想到这个式子 然后从这个地方 你需要这个需要这个 我们再想到 波函数可以得知啊 然后带进去 都是没头没脑的 就这么做出来 我看你们的考卷 你们的习题 就都是这样 很多式子也不写 像这个 你这个式子也不写 像这个 你这个式子也不写 你这个式子也不写 这个 然后你这个就这么写 就这么写 就这么写 谁看得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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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再地提醒你们 你们现在不但要学专门知识 你要学怎么样的去表达 表达出来 表达出来 我这里还只是训练你写 其实还要训练你们讲啊 present 你跟外国人在一起啊 外国同学在一起啊 他有一件什么东西 他就表现得很好 他能够发表得很好 那中国同学就pass了 讲不出来 因为他写都写不出来 哪里才讲得出来 这些你将来做事都要用到啊 你现在不学业 你什么时候再学啊 所以你们去做西题 不要乱做啊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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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GUI 弦长三米,两端固定 在弦上面长波的速率 因波的速率,波数为100 我简单的写,这里头有成分波并在行进波 行进波的速率就是每秒100公尺 现在我们要产生了三个波幻 产生三个铸波幻 它的正幅为1cm 我们现在要问 诸波的频率是什么 然后呢 写出波函数 诸波 诸波是波函数 为何 那现在我们要求频率 那你就想到 诸波的频率是什么东西 诸波的频率 跟它的波长有关 而它的波长又跟弦长有关 对不对 就是跟诸波产生的条件有关 我们知道这一点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需要的序格写出来 诸波的条件 叫分泽好 可以把他区别的几句 除脚的条件 那么,它现在要求频率 我們就把這個寫成兩倍的F分子NV 因為V等於F乘Lamina,Lamina就是V over N 它要求的是頻率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頻率寫出來 F等於2LnV 這個我們已經寫過了 其實也是從這個地方去思考的 我說我不要去背一個式子 背一個式子你背不久 考完就忘掉了 不要從這個現象這個道理去想 你就可以記得很久 條件就是長度要等於拖長一半的整數倍 從這個地方去做一下 V又等於F乘Lamina 你就可以很容易得到這樣的一個式子 那麼N是等於1,2,3 F跟N有關係,所以我們寫F 它現在是要什麼 有三個拖環的時候 就是N等於3 N等於3 所以F3 就等於3倍的V over to L 那麼我們現在這些都知道啊 V也知道啊,V告訴我們是100個 Meter Per Second 然後這個是兩個 三米 你把這個算出來 它就是五十個Hert 這個單位一定要寫 不要只寫個五十在上面啊 扣分了啊 這次考試你單位不寫要扣分 你力圖 你力圖 你力圖的問題 你力圖不化就要扣分啊 那千萬要注意啊 好,那麼 我們現在要看看波函數 這個是A的部分啊 A的部分 我們現在看Part B 要求 就是 合成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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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呢 鑄坡 兩端固定旋的鑄坡 這是很普遍的啊 你如果 忘掉這個式子 你就是倒出來 路射坡 反射坡 架出來 好 那麼我們直接寫這個好了 鑄坡 它的 這個 yxt 是等於 2a sin kx cos ωt OK 好 這裡要看到2a 2a是什麼東西啊 2a 我們 就看 它這裡已經告訴你 正乎是 1cm了 所以呢 2a 正乎 正乎 2a 正乎 正乎 2a 正乎 正乎 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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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m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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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就是每一個成分波的正幅 2A就是我們駐波裡面最大的三個波泡 波泡最大的那個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的這個值 Omega已經告訴我們了 2πF它是對於20乘50Hz 它是100個2π不是20 2π 100πHz 不是Hz 這是radian per second 或者寫per second就可以了 然後呢 K 我們要把K寫出來 Omega over b 這個是對於100π over 100個 這是radian per second 底下這個是meter per second 所以它這個是等於π的 radian per meter 就是K 所以波函數 你看這個也知道了 這個也知道了 這個也知道 這個也知道就可以了 所以波函數 所以波函數 波函數 還有1π 我們來看《ω格》 omega 有100π 0π 一百π 100π t 我們已經劉成meter 所以 最後這個 這個 Y是用meter 來做 這個 這個 詞曲 李宗盛 這是質量密度等於7.47乘10的負四度方公斤 per meter的細弦 詞曲 李宗盛 這是一個震盪器 震盪器 這可以vibrate 這根細弦 從這根下來以後 加上法碼 這是中w的法碼 這根鞋 這個震盪器 frequency 是20克 從這裡到這裡 這個長度 這個長度 是7.5 m 我們現在要在這個上面產生著著波 如果這個著波 他的波環有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問這個放碼要 放碼的重量是多少 鞋上的波環數為A1個 B2個 C3個 C3個 D4個 D4個 分別求 分別求 所需 B2u 17 W 1 2 1 19 2 2 20 3 3 4 2 2 2 3 我們現在要求重量 這個關係寫出來 我們是用這個 F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 Harmonics Fn 是等於 2L N 跟號 S OVER MU 我們就可以把 MU 把S 用這個 用這個代出來 這個也跟N有關係 它就等於 4倍的L平方 F平方 Fn平方 MU 然後呢 N平方 其實F它就一個了 這個是說它 它 張力固定 那麼它 頻率是跟這個有關 頻率固定 張力就是跟這個有關 這樣子 OK 好 那現在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個MU是等於什麼呢 MU告訴我們是 7.47 7.47 乘10 的 負色之分 公斤 per meter 長度 長度 7.3公尺 frequency 20 hz 20hz 20hz 好 我們先來看 一個過關 一個過關就是 N等於1的時候 N等於1 那你就帶到這個式子去算了 S1 要等於 S1 要等於 W的S1 H是W S1 那麼這個是1 所以它就是 4倍的L平方 F平方 MU 你把這些子都帶進去 L F MU 帶進去 我就不帶了 它是 等於 460個 牛頓 N N等於2的時候 N等於2 你看 這個上面就是 S1 S2就是等于S1 over 2的平方 四分之一 那就是1460被4来除 就是160 约60牛頓 640 这个应该写错了 640 我说怎么搞的 640 同样的我们可以说它是等于S1 over 3 square 就被9来除 71牛顿 part D 四个破坏 那就是N等于4 S4等于40 这都写W好了 W等于S2S S2S V S4 横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再来我们就要讲到重波 重波的 vibration 的方向 跟它行进的方向是一样 如果一个分子这么震荡 戒指这么震荡 它深波就是朝这里去 重波朝这里去 它的代表 通常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的深波 就是深波 那么我们 我们就来看这个深波 以深波来代表做代表 我们来研究重波 那深波呢 什么叫做深波 什么叫 我们现在看这个Sound wave 下面一章 Sound wave 深波是一种重波 它不是所有的重波都是深波 深波就是我们耳朵听得到的 耳朵听得到的 它深波通常分成三个 三个范围 三个范围 第一个是可听见波 可以听得见的人 第一个 和聽到的波 通常他的頻率 是從二十個Hz 到兩萬個Hz 大約是這樣子 有的人他可以聽得比二十更低一點 有的人可以聽得比兩萬更高一點 可聽見的 audible waves audible 像人的聲音 樂器的聲音 等等 另外有一種叫做 Infrasonic 聽不掉 比這個高 高於這個音靈 高於我們可以聽到的聲音 這個叫做 可聽見 聽不見的 有的人比他低有的人比他高 我們先看比他低的 低頻率 這個叫做 Infrasonic 很低層我們聽不到的 其他動物可以聽得到 像大象 象群呢 他們的溝通 他有一種很低的頻率 他們自己聽得到 我們人聽不到 而且這個頻率呢 聲音可以穿得好遠好遠 像在彼此溝通的時候就用這種頻率 好幾公里以外都可以聽到 好幾公里以外都可以聽到 但是我們人呢 一點都聽不到 那可能還有其他的聲音 那可能還有其他的聲音 像這個 有時候 地震還沒有來到 但是地底下已經發生變化了 他有的頻率傳出來啊 我們人聽不到 但是有些動物聽得到 動物聽得到 可能就是 比較低頻的 那麼還有就是 這個是 這個低於 低於二十的 第三種呢 叫做超聲波 超聲波 叫做 Ultrasonic 超聲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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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頻率啊 高於 高於 兩萬個 這個像什麼 像這個狗 他就可以聽到這個 有一種口哨啊 一吹起來 人聽不見 因為他頻率太高了 狗聽得見 狗可以聽得見 狗可以聽得見 有時候我們 看著夏天啊 很熱的時候 狗呢 也懶洋洋的睡在那個地方 他睡得好好的 突然他這個頭抬起來 耳朵會亂轉 我們都不曉得什麼事 我們都不曉得什麼事 他們都無緣無故 就這麼耳朵亂轉 他聽到什麼聲音 這個聲音啊 我們聽不見 有時候他聽到的聲音啊 半夜 聽到我們聽不到 那這個是 叫聲啊 狗在這個 哀叫的 聲音啊 有些人說 他就是 看見鬼魂了 或者聽到鬼魂的聲音 這是傳說了 不過他確實可以聽到一些聲音 我們聽不到 那這個是 第三個 第三個 範圍 那我們人呢 是二十到兩萬 也不見得就正好二十到兩萬了 有時候耳朵好 他可以聽到二十以下 很低的頻率 他就可以聽得到 耳朵不好 就就不行 笑到的耳朵 你沒有聲音 我耳朵自己都在叫 耳鳴呢 以前念大學的時候 我們去授軍訓 那個時候 不是陳古靈 那還是一個 集訓中心 比如說打靶 打靶 旁邊的一個人 他不曉得為什麼 還沒有下鼻鼻 他就碰一聲 好響 我的耳朵就 一陣 笑得好厲害 回迎以後 我還在叫 那班長說 向右轉 我就會向左轉 就聽錯了 聲音那麼大 一直到現在 一直到現在 都還 但好一點 沒有那麼厲害 還在叫 所以耳朵受傷了 所以你們千萬要小心 耳朵 是一個很靈敏的器 一個一個 一個 儀器 他 你一定要保護好 好現在我們來看 重波 重波 就是他 震動的時候 震動的方向 跟他 波行進的方向 平行 那麼就是 重波 我們現在看 重波的 行進速度 我們拿深波 空氣中傳播深波的 這個例子來看 假如我們有一個空氣柱 一個 圓柱形的管子 空氣 空氣 跟外面一樣 我們就在這個邊邊 裝一個 活塞 一個活塞 起初活塞不動的時候 這個裡面的壓力 跟這個外面的壓力 是一樣的 因此 這個活塞的力 是 PA 那這個 這個氣 給他的力 也是這個 PA 所以 他不會動 這個 這個力 還是 PA 就是 這個空氣的壓力 這個是這個空氣的壓力 他不會動 那麼這個地方的密度 我們用Rho 用Rho 表示好了 好 現在 我們這裏 突然用增加一點壓力 增加一點壓力 把這個Pistone往內邊 推一下 推一下 他就會變成這樣 他就會變成這樣 這一樣的 這個跟上面那個 這個跟上面那個 是一樣的 我可能畫的 觸細不一樣 我可能畫的觸細不一樣 好 現在呢 他受的pressure 是P 加DeltaP 乘三A 那這個壓力 就比這個大了 對不對 就把這個推過去了 就從這裏推到這個地方 這一段空氣柱就受壓縮了 壓縮了 這空氣柱是從這裏開始的 那麼你這裏一旦有變動的話 空氣會傳以波的速度來傳播 波的速度就比你推的速度要大得多 你這裏一推 好遠的地方就 T秒鐘以後啊 他這個地方就受到影響 比如說 這個地方就受到影響 因為他這個傳過來的這個速度 這個 我們小題叫做DeltaX 位置 就是說受影響的位置有這麼遠 他等於什麼呢 等於 V乘DeltaP 這是 聲音波的傳播速度 比如說 因為DeltaT秒 他就從這裏 這個都受影響 這個地方還不知道 這樣等一個人還在知道 你波的速度傳過去 但是這個地方 但是這個地方呢 就是真正這個空氣被壓縮的部分 壓縮的部分 空氣被壓縮這麼多了 那麼我們假定呢 它是DeltaS 要等於 U U就是 推的這個 速度 推的速度 為什麼沒有X呢 我們現在說 其實呢 重波跟橫波 它的波函數啊 是一個樣子的 橫波是這樣子震盪 它用Y 等於 其實也可以用Y 就是它對平衡點震盪的最大距離 對平衡點的位移 不過我們現在用另外一個 就是用這個 我們稱這個叫做 位移波 波函數 的波函數 的波函數 為 S XT 它 會有一個 它會有一個 振幅 這個振幅呢 我們就是用這個 S的 maxima 最大 最大振幅 然後這裡一個 Sine Kx 減 減 Omega T 我們用這個來表示 A 用這個來表示 其實都一樣啊 你把這個當Y的話 這個A的話就是橫過 對不對 我們就把它當作重過 我們假設 是這樣子的 因此啊 你這裏一推 一推推到這裡 這就是這個氣體 分子一推推到這裡 震到這個地方 這就是它的最大位移呀 你不是說我推到這裡 分子還留油到後面不可能 一天在這裏 等一等,你再回來 它會這兩邊正大 好,我們現在就 回過頭來 看一下 我們前面講過的 彈性學 Work Modules 等於什麼 Work Modules Delta P over Delta V 被V來除 這是我們講的 體變彈性系數 現在我們說這個 我們先看這個Delta V Delta V 是什麼呢 Delta V就是 我們會 在受影響的 受影響的 空氣柱 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 還沒有受影響 但是真正被壓縮的 就是這一部分 它真正改變的 體積 體積是這一部分 這個我們稱它叫做 Delta V 這個叫做V 對 TLV DLV DLV 是等於A x DLV 是 Ax F Ax 这个是delta x delta x 这个才是delta x 因此 delta v over v 要等于 delta x over delta x 把这个带到 burg modulus 里面去 由于是 我们就写 burg modulus 它要等于 delta x 它要等于 我们上次讲过这个负号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delta x 增加的时候 它这个是减小 所以负 原来是负才会等于正 就是我们这一定要用正 那现在我们这个v delta x 就是指那块体积 那块体积没有什么负的 就是这块体积 就是正值 所以我们 就不要再把负号弄进来了 它就等于 这个 等于这个 不说我写错了 u over v 我们把这个摆在这里 现在我们要用这个 力学里面的 我们这里加一个 冲量 本来有压力 后来增加一个delta b 成a 你最后delta t 的时间 就有一个冲量 冲量要等于 动量的改变 冲量等于动量的改变 冲量等于动量的改变 空气 活塞 就是活塞 冲量 对空气 冲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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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量我们上次是用i 来表示 冲量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力 乘上delta t 现在的力 现在的力是什么呢 增加了一点 就是 a 乘上delta p 再乘delta t 就是冲量 冲量 冲量 冲量的变化 它就是 动量的变化 就是等于 a 乘上delta m 不是 v乘delta m mv 就是mv 起初的v是0 它接到0 好 这个 就等于v delta m 就是 受到影响的这一部分 的质量 空气的质量 这一段的质量是等于a 乘上rho 应该先写rho 再写a 容易看 rho 就是密度 密度成体积 体积是什么东西呢 体积它就是 a 乘成u delta t 体积就是这一段 delta s delta s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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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A, delta P, delta T,要等于V,乘上R,不是P,不是R,R,A,U, delta T, A, delta T,要等於R,乘上V,乘上U, A, delta T,要等於R,V,U, U,跟U約掉了,就是R,V, square, 我們就得到重波的傳播速度, 它是等於bought modulus overrote 被整個開增號 這就是重波的傳播速度 重波的傳播速度 是等於這個 空氣會傳重波 但是別的物質也會傳得更快 像鐵軌裡頭有聲音的話 在幾公里以外 耳朵靠著鐵軌 就能聽到火車要來了 如果其他的物質 我們把裡頭的bought modulus 就換成它的樣式 modulus 就好了 切子為其他物質 b 我們就是用y over rho rho還是它的密度 y就是它的樣式 modulus 我上次有跟各位介紹彈性學 一定要介紹彈性學 要不然你這個地方沒辦法講 就用這個 然後呢 在空氣裡面傳播的生波 除了跟這個物質裡頭的特性有關之外 它跟溫度有關 空氣中的生波與溫度有關 它的一個式子是這樣子的 我們把它記起來就好 它是331個 這個meter per second 然後更號 1加上 tc 然後呢 273度c 273度c ok 這個331就是 它是0度C 這就是 攝氏度的溫度 攝氏度的溫度 0度C 這個0 0度C 空氣傳播的速度 大約是 331mps 20度 把這個算出來 當時溫度 是什麼溫度 它就是什麼樣的一個 速度跟溫度有關 好,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